哈喽朋友们 今天呢我要去吃必胜客的自助餐 你们知道吗最近必胜客推出了自助餐 158块钱一个人 然后可以披萨啊牛排啊小吃无限点 所以我现在就要去试试看 必胜客的自助餐到底值不值得吃呢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单啦 有好多东西哦牛排什么披萨都是热点的 然后后面这一大页也都是热点热均丘 我昨天有发一条微博问大家想不想看 然后刚好有一个粉丝是必胜客的员工好像 他说点牛排还有小龙虾是最容易回本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要来开始点 我现在点了第一单 然后算了一单下 两百八十七块钱的 快要回本 然后这只是第一波 不可能只点一波的好吗 那来必胜客吃这个自助餐也不是为了回本 人或者是考试不错的时候才能来吃 然后也不可能说想吃什么就狂点什么 这次必胜客推出的这个自助餐活动 我觉得就是圆了我们往下 九龄后儿时的梦可以来必胜客狂点 这次想吃 谢谢 这一样真的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它的一件呢是可乐 然后下面会有一块奶油和那个巧克力冰淇淋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来都会很喜欢这块料吧 我爱的有点丑 但是这种快乐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 好好好 我们呢是11点20分左右下的单子 然后现在已经11点 你看20分钟了 然后它上了两杯饮料和一碗汤 这是我最爱的食品 每次都是这样 把N移进去 哇哦 超级香的火锅 哎呀 对 看起来呢 对 我哑到了 3 4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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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咸蛋黄鱼皮 鱼皮趁热吃比较好吃 但是咸蛋黄的味道我没有感受到多少 这个意面好好吃哦 超级香 就很咸香 然后麻麻辣的那种 而且它里面的小龙虾都是剥好的虾尾 就你完全不用再去动手 你自己口一个小龙虾是很香 然后它的味道就是那种 有蒜茄的酸甜辣椒的那种香辣的味道 所以整个吃起来就非常开胃的感觉 我真超推荐这个小龙虾 我觉得我平常如果来必胜客的话 可能自己也会单点一份他们家的小龙虾一面 好吃 我觉得虾吃起来 我会不容易练到他们的小龙虾一面 就真的是平常没有吃到过的味道 而且很鲜香 然后这橘饭我觉得就太过细润了 然后芝细的部分也不是特别多回辣椒 没有什么芝细的香味 推荐小龙虾一面 我觉得它的上菜速度没有传出 说的那么满 差不多半个小时 就被菜吃饭 所有东西都已经上过来了 然后还差一个牛 我跟你们说这个龙虾炒是比较好吃 然后这个是什么龙虾香 这个就没有那么好吃 这个比较香 这个面我们已经吃空了 这个有点 但是 这个很难过 它上面那个抹茶粉会不激 然后下面是有蛋糕片 中间是这种抹茶粉 好吃 然后又有一股抹茶的香味 好吃 好吃 毕胜客的甜品都做得好好吃哦 这两个都很好吃 推荐你们点 我现在吃完毕胜客的自助餐啦 然后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蛮值得尝试看看的 因为真的很像有这种西式快餐提出自助餐的模式 个人觉得呢还是挺好吃 然后又挺有趣的 比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小龙虾一面 那个蛮值得点的 因为它里面小龙虾都是已经剥可好 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然后牛排的话就比较酷了吧 很薄 然后肉感也不是说特别满足的那种 还有他们家蛋糕甜品类也非常值得试试看 我觉得都不会太过于甜腻 然后又很有特色吧 像那个冰淇淋蛋糕 还有那个熔岩爆加巧克力的那个也很好吃 然后饮料的部分就不太出彩这样 然后我们没有吃披萨 因为我们觉得披萨太饱了 而且它的披萨是那种普通装的 没有加芝士什么的那种 就是可能不像平常吃一点的披萨会这么满足 然后我个人觉得大家如果是很想去试试看 从童年就喜欢吃必胜克的话 还是值得一试的